800美元在两个星期内变成3.2亿美元 是什么样一种体验 2003年的时候真的有人做到了 这个叫做Andrew Carson的男子呢 仅以800美元进入股市 两个星期之内就把它变成了3.2亿美元 而且呢当时他购买的126只股票 都是高风险的 却没有一直失手 都是在最高点的时候抛售出去的 这个异常的现象就引起了当地的一个注意 就把它逮捕了起来 但是呢在调查过程中啊 他们发现一件更加奇怪的事情 这个人呢是凭空出现的 在2002年的12月份之前呢 他连同他名字所有信息都是不存在的 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认识他 从2002年的12月份开始呢 他好像是突然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 而在这个审问的过程中呢 他的回答也是让在场的人震惊不已 他说呢自己并不知道什么 内部信息做暗箱操作之类的啊 他呢是知道所有的结果 因为他是200多年之后 穿越回来的未来人 那这个事情在场的人肯定就不相信啊 就一直质疑他嘛 后来他就受不了了 就说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些 未来会发生的重大事情 作为情报交换 前提是啊 你们放了我 那至于最后他说没说 已经说了什么 这个就不得而知了 后来呢有一个那个匿名的人士呢 愿意出100万美元 把他保释出来 他自己也同意了 但是呢却在送往听证会的途中啊 他自己消失了 至今呢还没有找到 那这个事情的报道是很少 所以他真实性啊也是存疑的 那你们觉得他到底是不是 时空穿越者呢 如果你们也具备这样的能力 你们最想去到哪个年代 做什么样的事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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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什么样的事情呢